秉持观善地军的精神 认真打拼做事情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一早就到台中南屯区万和宫 以及文昌宫庙参拜 强调自己不论什么职位 目标都是让人民平安过日子 现场集结了上百位退休警员力挺 旗海飘扬高喊冻酸 前程举相参拜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一早到台中南屯区万和宫 和宫汉文昌宫庙参拜 现场集满支持者高喊冻酸 现在我们参选总统 这次参选了 就是要保护台湾人民 大家要保护台湾选须 贵客的资金 我们后一天可以好好生活 所以今天来这些时候 来到台湾祖 博客 台湾祖 拜托跟祺德 可以保护台湾人民 包括台湾区 我们这些时候在所有信仇 让我们让平安顺息和白急 现场来了上百位退休警员 热情处勇 骑海飘扬 高喊冻蒜 相当热闹 而恰逢官圣帝君圣诞 侯友宜也只喊自己是刑警出身 过去与兄弟在弹铃枪羽中出身入室 守护台湾 会秉持官公的精神 认真打拼做事情 现场也在官帝爷前高喊 官公精神 臣见诸恶 来 侯市长 依德行李 崇拜晚宣帝君 所以再一早就去拜晚宣帝君 在这里也就是晚宣帝君的事 在这里也就是晚宣帝君 所以晚宣帝君的情情就是 中意 就是要中意国家 中意人民 侯市长 所以这个建川总统 行程满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今明两天首度到台中long stay 与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合体 从基层座谈 扫接到后援会授旗 要全方位立拼地方准合